我们来看到呢 现在好 国民党的部分呢 是不是要动刀大改革呢 好就是国民党的这个 黄复兴党部啊 即将要走入历史了 那么其实呢 在这个选后好 国民党这边呢 针对包括人事 那么现在也要针对 组织党务来进行改革 好大规模的党务组织改造 党务人事全面的内造化 那么各地的黄复兴党部呢 就会跟各地方党部来整并 所以现在就说未来啦 不会再有党中有党的 这样的情况 同时呢 组发会有青年部 还有青年部辖下的 各县市青工会 还有全国青工总会 隔时院下的一个青年团 还有中央党部的 青年事务委员会 那么统合就会成立一个 叫做青年数位部 就是为了要换血 为了要来找回年轻选票 好那么这样子大动作呢 这个大刀阔斧来改革 正式的裁并了黄复兴党部 因为其实黄复兴党部呢 这个全盛时期啊 好这边 是在蒋经国1956年的时候成立的 那么是国民党仅存的特种党部 党员的凝聚力很强 服从心也很高 一向呢被视为是国民党的铁票部队 最高峰时期呢 党员曾经 达到了有20万多人 好那现在呢 这个就要大刀阔斧 来把这个黄复兴党部给裁并 那么现在为了就是之后呢 可能跟各地方党部整并嘛 就不会再有党中有党 同时呢 还会有这个青年数位部 好那么这样的作为 到底党内人士的看法如何 好我们看到有人讲啦 黄复兴呢 已经不是纯粹是退伍军人加入 那地方党部跟黄复兴党部 也经常呢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抵触 好那外人也经常会有疑问 为什么会有两套系统呢 所以来进行整合 好那新上任的文传会的主委 李燕秀哦 他说加强党的一个内造化通水要轻量化 好就是呢 简单一点可能是比较好的 还有呢要着重在新媒体 那这个呢是势在必行 好那我们来看到智库的执行长呢 是继续由柯志恩来接任的 好那就讲到了 未来立法院嘛 八个委员会的立委呢 都会加入智库 内政国防外交等等八个组 除了呢让智库可以内造化 也进一步呢 实质来整合智库 以及国民党的立愿党团 好那可是呢 这样的一个作为 会不会有一些些 这个反弹的声音呢 恐怕也是有的哦 好其实呢 在党内哦 党主席的这个选举 那就有个得黄复兴者 得党魁这样的说法 那么现在呢 党主席朱立伦哦 这个大刀哦 灰刀来砍了这个黄复兴 所以党内有人就提醒 可能哦会伤及 明年的党主席争取连任之路 不过看得出来 党主席朱立伦对于这样的转型 他还是十分的坚持哦 认为可能该做的事情 就是要做了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 要跟我们进行线上对谈的是 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淑慧姐早安 哈喽大家早安 好淑慧姐我们来请教一下哦 现在国民党呢 就是大刀阔斧来这个进行改革啦 那首先呢是要来 裁并这个黄复兴党部 那不过也有人说 这个这样的动作 有没有可能会伤及到朱立伦主席 明年争取主席的连任之路 您怎么看呢 把黄复兴党部并到普通党部来 其实已经规划很多年了哦 而且也陆续都在进行 所以现在只是一个正式财病的工作 那很多黄复兴的党员 其实早就心里也都准备好了 而且一般党员也觉得说 对啊为什么要有两个机构 事实上过去国民党的特种党部 不只是黄复兴党部 包括可能校园里面啊 或者是一些行业铁路啊什么 都有所谓的叫特种党部 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凝聚力比较强 那随着其他的特种党部 一一的都被裁并之后 黄复兴应该是最后一个特种党部 那现在也并进来以后 第一个当然让国民党的组织 比较轻盈化 因为国民党现在党产 已经被民党追缴追杀了吧 然后再加上就是 整个过去的这个体制架构 太过庞大 所以把组织精简这件事 组织再造这件事 其实已经陆续经历过很多年 而且经历过许多党主席 那现在是做最后的组织才并而已 那对于说明年的党主席 我认为影响不会这么大 反而可能会让一些 比较有心的人没有办法去处理 因为之前为什么党内会有一个叫做 得皇复兴者得天下 因为皇复兴是非常团结的一个党部 他们过去都是军人退伍下来 然后他们是会服从指令去投票的 包括配票的动作 包括说党中央下令说 我们党主席可能要投谁 可能是私底下下令 然后皇复兴就会透过他们的传播系统 然后就有一个集体的投票行为 但在党内的选举里面 不管是初选也好 或者是党主席选举也好 就会有利于一些 掌握皇复兴党部的这个人 但之前也有人说 财病皇复兴党部会不会是对韩市长 因为之前有传说韩国瑜市长 是不是要竞选党主席 那财病皇复兴党部会不会是在针对他 其实也不会 因为韩国瑜现在已经接任立法院院长 那立法院院长要行政中立 他不可以接任这个党的党职 所以这个疑虑也没有了 那我个人是认为 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成绩点 好 蜀卫姐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 因为现在呢看得出来 党是不是要这个内造化 那甚至呢也要轻量化 就是越简单越好 那还有做了一个这个青年的数位部 就是说要换血 那么要来争取年轻的选票 那么所以党这边呢 对于说将来包括2026的选举 2028有没有一些新的方向呢 我觉得国民党的组织 当然呢大家会觉得应该随着时代的需要 或者是选举的需要 不断的改造再造 之前就已经党内一直有人呼声说 党的组织要像民进党一样 朝向选举机器去进行 也就是党整个党的体制都要为了选举而去进行 各式各样的组织的结构跟栽造 整个党就应该是选举机器 而不是说像过去这样加大业大 然后党好像是一个领导统预的机制 但在选举的时候都放任候选人自力更生 所以未来的国民党 我觉得要朝向选举辅选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机构去进行 那第二个是大家一直认为说 国民党在两个方面是很弱的 第一个是网军 网军这个民众党跟民进党都已经上外太空了 那国民党可能还只是 之前可能只是开车 现在可能有到开飞机了 但是距离就是民众党跟这个民进党的网军 或是网络的操作 影音的操作 国民党显然非常的这个不足 尤其是像影音系统 我们看到民众党 它的KPTV几乎是自己创立了一个 强而有力的传播的这个数位媒体 自己的制媒体 但是国民党的这个数位发展 一直都停留在最低阶的 就是设设脸书 设设YT平台 然后偶尔直播一下 那线上人数都没有人在看 然后我们也没有去做分享发想 或者是传播的工作 所以我们的数位发展 其实一直停留在 只是会用这些机器而已 就像是我买了一台S24的手机 买了一台高阶的手机 但我只会打电话跟照相 完全没有用到其他的这个数位的发展 到党的组织来运作 像之前已经讲了很多次 我们的数位投票等等 国民党如果主张这个通讯投票 数位投票 那国民党自己的党主席投票 都还是到县长去投票 这个显然就不太对 所以数位发展这件事情 不管是技术上或选举上 我们都是需要赶快去 有一个专有的部门去做这个处理 然后再来就是青年的选票工作 但是我特别认为 国民党之前在争取青年选票的角度 跟方式一直都是用错误的方式 一直都用技术性的方式 跟这种非常 就是低阶层的方式 什么意思呢 我们觉得我们要年轻选票 我们就把自己打扮得年轻一点 党内那些大佬就学习 把自己打扮得年轻一点 怎么穿皮衣跳街舞啊 我们想要年轻选票 我们就提名很年轻的候选人 但事实上我认为 这个是非常低阶层而已 不是你模仿年轻人 年轻人就会喜欢你 这个柯文哲主席 他也没有模仿年轻人啊 可是年轻人就是很喜欢他 所以未来的青年部 不是只是用很多年轻人 他就懂年轻人啊 因为我们试试看到很多年轻人 他其实自己就很老成 而且如果是按照党的模子 培养出来的年轻人 跟外面的年轻人 也是不一样的样貌 所以不是用党机器 去培养出党的模范青年 用党的模范青年 想要去吸引外面的年轻人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国民党的青年部 应该是要鼓励发想 鼓励年轻人他们的创意啊 或者是让他们做自己 而不是让他们变成国民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要争取年轻人的选票 我认为还是要在政策上着手 国民党要用功一点 除了骂以外 还有学人家以外 国民党要自己用功一点 在各种年轻政策 我们必须要有窗口对口 去跟不同的年轻团体 包括学校里面 包括刚出社会 包括在求职的 了解年轻人的需要跟问题是什么 去针对这些问题 然后反馈到立法院去 去提出政策跟咨询 年轻人都是高等教育的 我们要让他们了解到说 哦 国民党了解他们 国民党有帮他们提出这个解决方法 国民党有帮他们问出心声 我觉得这才是更深沉的 让年轻人去认同国民党 而不是只是做样板 我们一直过去 我一直觉得我们在做样板文章而已 又很年轻的发言人 提名很年轻的候选人 然后党的这个高层 把自己打扮得很年轻 这个到最后 你看做了这么多年 提名了这么多年轻的候选人 然后我们也党的这些高层 都穿牛仔裤 穿衬衫穿T恤 我们的年轻选票还是没有啊 重点是在语言对话 还有我们有没有用功的去做 青年政策的研究 所以成立组织 组织是一回事 组织里面在做什么 还是重点啊 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哎呀我有成立一个青年部 我有成立一个数位部 好像我就这方面就会很厉害 不是如果你里面做的 都还是这种 老国民党式的官僚文化 在里面做一些很 很无聊很自私的工作 然后在里面都在那边做 这个所谓的将冈文化 把年轻人也搞成国民党的年轻人 那这样子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组织再造是一回事 可是组织的内容 到底要做什么 才是考验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梅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